欢迎您好到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跟王老师要探讨的是 这一次的联合公报当中 其实大家特别锁定了两大议题的焦点 一个就是自由贸易协定 另外一块就是气候变迁的相关应对的方法 但是很显然的 这部分美国好像都持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来看一下 这也是首次在联合声明里面 特别附加了一段说 当一个国家面对贸易伙伴 采取补贴或其他不公平竞争时 大家可以使用合法防卫的贸易手段 但为什么这样子的做法 大家会同意美国这样子做呢 我想其实这段声明 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政治上的 给美国下台阶的一个意味 那其实这段声明的内容 并没有突出在整个世界贸易组织 WTO的这个规范底下 也就是说另外一个国家 某个会员国他在进行 这个商业往来的时候 如果说有不正当的行为 当然本国可以采取正当的防卫手段 所以基本上这样子的精神 是涵盖在整个WTO的框架以内 所以也就是说G20他 在这一次就回到刚才我所提到的 整个讨论的内容 事实上他是一个没有野心的 也就是说相对保守的这样子的一个设定 而且没有聚焦 对那所以这一次当然你可以说 川普可能他拿到他要的 可是事实上他要的这个东西 基本上也不是一个新的东西 他也没有超出原本既有的国际规范 或者国际法的这个约束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虽然在表面上是说 那大家可以同意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可是事实上心态是不是那么乐见 因为他会有一个前提是假设说 今天已经有一个国家 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 做了伤害另外一个国家商业利益的 这样子的一个举措 他是不正当的 他已经有这样的前提的意涵 在里面那大家似乎也承认说 好像已经有这样子的可能情况会发生 可是事实上到底有没有 这个其实在整个WTO的规范里面 是要去严格做认定的 所以在G20这样子的一个声明当中 事实上他妥协了 那在某种程度上是跟 等于是整个19国集团 跟美国中间 做出了某种的一个平衡 所以他是在一个横平的 这一个基础上面去发出这样子的声明 那大家看起来 好像是对美国让步 可是事实上也没有人真正受到伤害 所以这是第一点在贸易的这个部分 那再来对于气候的变迁 大家都知道美国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之下 他对于气候的这一个 目前的立场还是很坚定 可是其他的这个欧盟的成员国 尤其是欧盟本身 他对于巴黎协定这个立场 他是不会动摇的 那以这次的东道组 德国来说 梅克尔他也说这个东西 我们必须要坚持下去 那所以在整个这样子的压力之下 虽然看起来后面没有撕破脸 那就巴黎协定这点没有撕破脸 我是觉得就还算不错了 因为前面的贸易部分 基本上那个还算是 在原本的这个框框里面 可是以这一个巴黎协定 如果说能够达到这个部分 也算是在某种程度上 美国他不会在这次选择 要给这个集团体难看 所以在这样子的脉络下来之后 我们只能说这一次的G20就不是演得很漂亮 可是倒也没有多难看 就是大家预期到可能原本最差的那样子的状况想定 那个scenario其实并没有出现 也就是说可能到后来是 那个大家吵的一团 然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出来 那可是看起来这次的这个状况 是比那些好一点 当然中心的这些插曲 譬如说川普他在整个 这个集团体会议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并不是很喜欢参加 类似这样子的会议 因为川普他基本上本人是属于一个比较 单边主义导向的一个国家领导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 在这样子的一个众人聚集的国际场合 对于川普来说 其实他不是很自在 尤其有一些国家的这个元首或者领导人 他不是很乐意的去跟他面对面 有一些他可能觉得 他会有兴趣跟他交往 可是事实上还有蛮多的 这一个国家领导人 川普他对他的那个兴趣不是那么高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整个这个 集团体的举办的过程当中 川普他可以譬如说他离席 或者是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表现出 不耐烦的神情 种种 那这个大概就是说我们虽然很多的时候 会把媒体的这一个焦点放在川普身上 那可是集团体他毕竟不是一个说 以美国做主导的一个组织 那所以大概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角色平均分配一下 来看这次集团体的整个过程才会比较公允一点点 不过当然川普本来就是一个好物分明的人 所以他当然很多的表现也都是非常直接的 不过就像老师刚刚所提到的 其实包含了对抗气候变迁部分 大家其实也很关注 因为美国既然已经宣布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但是现在其他的19个成员国跟这个经济体 也只能说希望能够协助美国使用更洁净跟有效益的化石燃料 不过看起来这样子的约束力是不是不大 也无法真的有效降低碳排呢 当然如果说美国他今天执意要退出巴黎协定 那他基本上他就是表明了说我不受这一个国际法的约束 那我不参加你们这个游戏你们就自己玩吧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当然美国他你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去逼迫说美国非参加不可 可是他是属于一种道德层面的一个国际法的一个约束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 川普他是不是能够不顾众人的感受 就是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感受 甚至是他国内民众其实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他这么做 所以其实他在执意要退出巴黎协定的这件事情上 他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有利 不管是在从道德层面或者是说在整个你从国际规范对于温室这个气体排放的这一个种种种的这个规定上面 以及到后面真正要实行探权的部分 因为其实巴黎协定他里面有一部分 比如说在整个探权的交换上面 未来要如何去施行 如果说其实美国他执意要退出的话 就长期来说我不觉得他对美国是一个正面的具有正面的这个效益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这样子的结果 那我们来看川普是不是还有回头的机会 可能目前来说不是那么快 可是是不是他真的就跟整个欧盟或者是说G20其他的这个国家里面就没有合作的空间 就气候议题上面 我倒觉得可能还有点保留 好 除了场内我们看到既然达不成共识 其实场外也是吵翻天了 因为我们看到了许多抗议示威的群众 还有部分难民好像也是意见分析 但这一次好像也是历来G20峰会举办过一次最多场外抗议人士高达了超过10万人走上街头 这样的情况凸显了什么呢 是指说对照上一次在杭州反而好像是相对宁静 但这一次有这么多人 这凸显了说欧洲更民主吗 还是大家诉求其实是千变万化 根本无法聚焦 好 那以抗议的场面 当然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抗议的场面 不管是人数啦或者他动作的这个层级啊 人数之多 然后这个动作是火爆 然后抗议之激烈 大概都是近年来少见啦 可是其实我们把时间点稍稍拉长一点 我们不要看去年在中国杭州 那以中国杭州这个是 他算是在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环境 高度控制的这个环境下面去举办的这个峰会 所以当然是一切顺利 不可能看到有什么样子的这个抗议的场面 可是我们把时间点大概往前拉 甚至拉到再早一点大概2000年左右的时候 在加拿大的这个温哥华所举办的集团体 那次的这个抗议场面 大概跟这次比起来是不相上下 那个整个反全球化的那次的这一个运动 其实在那时候也是很盛行 所以这次的抗议其实可能看起来 比较跟过去不太一样的是 在我刚才提到的加拿大多伦多的那一次的抗议 它是属于一个反全球化是一个很鲜明的一个标志 它的主轴很清楚 可是这一次的抗议就很四散 那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汉堡它是 它是德国的这一个第一大的海港 那它本来的自由度很高 那而且它交通也便利 所以基本上大家来到这边抗议 第一个它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城市 然后大家交通便利来这边 有各种各样的诉求 那虽然这个抗议团体众多 然后这个目标分歧 所以我们不太知道说你们这一次的到底 这个抗议的诉求 是什么 然后谁的这个抗议的这个目标比较具体 找不太出来 因为太多了 而且很多东西都已经被那个暴力的 这一个算是激进的这一个分子 已经被它 对就你已经看不到它原本要诉求的那些东西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画面会感觉 这是很这个抗议很纷乱 可是事实上这一次的抗议 不管是在G20的每一次的 在我们说比较开放民主的国家里面所 举办的这个二十国高峰会 基本上大概都是会有 多多少少的抗议的情况出现 只是说严重 以及稍微不严重而已 那这次看起来是稍微严重一些 那稍微严重一些 当然某种程度上面我们也必须要看说 这一次的这一个参与者 譬如说以川普来说 以普丁来说 事实上本来就是具有高度争议的人物 或者甚至以习近平来说 都是属于或者是像这个土耳其这个总统 他们都是属于这个 在国际政治上高度争议的人物 那本来就会引起比较多的抗议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去理解这些抗议 也没有那么的说看起来 好像是这么的突然才会出现 就是原本可以预计 只是大家好像久了 不太习惯有这么激烈的抗议出现 那事实上在整个历史上面来看 这些还算是一个 我们不能说太意外的一个情况 但主要就是因为失去场面 确实也盖过了许多的诉求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再继续您探讨